Hello,大家好,我是Kathy 今天帶大家來到鴨州吉澳 前往吉澳鴨州,需要來到馬尿水三號碼頭 前面涼亭的位置就是 由於我們已在網上購票關係 所以直接到售票處出示確認訊息 而船公司的Facebook會放在info box 給大家做參考 同職員確認後便會獲船票 行前多幾步便可以嘗試 我們已上前往吉澳鴨州的船 這班船開9時 不過現在時間非常早 只是8時20分左右 為何我們要這麼早 因為上網很多人都說 如果8時半才來到 或差不多9時來到 就很有可能會滿座 不過就算滿座 我們都沒有很擔心 第一,我們早到了 第二,我們先上網購定船票 我們不怕沒有位置 但勸勸大家早點來 擺放一個好的位置 我們現在坐在冷氣正前方 非常舒服 因為現在已經夏天了 30多度,真的很熱很熱 我們9時便會準時開船 到時再介紹給大家看 吉澳鴨州的行程就是這樣 9時準時在馬尿水三號碼頭開出 10時9時便會到達吉澳 如果要去鴨州 記得留在船上 11時便到 12時半便由鴨州往吉澳 3時半便由吉澳回程 回到馬尿水碼頭 終於開船了 今次坐船和過往不同的是 會一直有道想介紹沿途景色 全程航線都要向前走 駛出赤門海峽 沿途會看到萬宜水庫等建築物 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地質公園分為 新界東北沉積岩園區 和西貢火山岩園區 旋程中途會停在一個景點 叫做鬼手岩 鬼手岩是位於赤洲黃竹角咀景區 擁有全香港最古老的外老岩層 包括山岩、溺岩、粉山岩、葉岩 透過地質構造運動 摺曲作用、風化侵蝕 最後形成鬼手 轉眼間便來到鴨州 在遠處已經明顯看到 整個鴨州的形狀 包括鴨頭、鴨眼、鴨頸和鴨身 而船會環繞鴨州一圈才上岸 終於到達了 準備上岸 其初大家算是正常步促 但開始有人跑前面 結果大家都開始狂奔 最神奇是大家很安靜跑 完全沒有人說話或大叫 大家都向著目標前進 我們終於說到 剛才在鴨州 第一位拍照的人 很感謝你 剛才一直要小跑 要奔跑 要爭 其實你一開始來 都應該還可疑 不會說很多人跟你爭位 但是慢一點 或者第二艘船 機率比較微一點 後面已經開始 比較多人 相信會更加多人 真是很漂亮 很開心 稍後會再介紹一下地理面碗 我們第一個拍得很厲害 好厲害 這個就是當日拍的照片 鴨州是香港其中一個 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鴨州面積非常小 只有0.01平方公里 島形合長 主要是由水成岩構成 也可以找到香港罕見的 紅色角力岩 對面就是深圳鹽田港 這裡和深圳的距離 近過上次東平洲和大爬灣的距離 沒錯 距離少於2公里 真是很少機會 可以這麼近距離 看到貨櫃碼頭 轉眼就上額頭望望 今天有33度 真的很熱 所以人不算很多 打卡都比較容易 我們嘗試爬上去 不過碎石都比較多 記得要慢慢爬 盡量踩固定的石頭 手腳並用就可以了 爬上去見其他人打卡 老實說 今天已經算非常少人了 如果不怕熱 夏天來也是一個好選擇 我們穿鴨眼回到對面 再來欣賞鴨眼的自然地貌 提提大家 鴨州的石頭是尖銳而突出 走過或觸摸無必要小心 另外記得不要帶走任何石頭 好好保護鴨州的自然環境 這裡也有展覽介紹牌 介紹鴨州的地質歷史 岩石種類等等 也有很詳細的地質進展配合圖片 非常容易理解 剛剛去鴨嘴鴨頭的位置 今天的人數比我們預期少 沒有說去到要大排場或是爭光 大家都是禮貌地排隊 今天的船不滿 不多人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拍很多人 可以選一些很熱很熱的天氣 你自己頂一順的 那你就過來 拍到漂亮的照片的機率比較高 因為去到後段 我們已經開始看到 沒什麼人在那裡拍 如果你想補回那些都可以的 下站就前往觀景台 在籃球場的旁邊樓梯上 我們現在正在上去鴨嘴觀景台 非常快 幾十級樓梯已經到 上去告訴我景氣如何 很舒服 可能是三個小時後要到的 對 我也覺得是 一路走還有很漂亮的海景 我們到達觀景台 跟我一起走到標高處打卡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很喜歡找標高處打卡的呢? 附近也有介紹牌 對面就是黎智窩 之後有機會便去 而當天氣真的非常好 加上附近沒有太多人類活動 水質非常清澈 呈現淺深藍色的海水 有種置身於馬爾代夫的錯覺 時間差不多 落山前往最後一個景點 就是鴨洲故事館 不過當日也非常多人 要排隊大約五分鐘左右 才可以進去參觀 故事館清晰介紹了 鴨洲地理、歷史 面積雖然很小 但剪品也算很多 例如有沉織岩的剪牌 以及實物給它摸 也介紹了鮑魚方式和工具 還有介紹鴨洲畫的剪牌 而下面就是木牌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例如有起撩、大撈便、小撈便 其實是解作船的右邊 這裡也介紹了鴨洲過往的校園生活 展示了成績單、證書等等 也介紹了鴨洲重大的歷史事件 同時展出了過往鴨洲漁民的村著 展館也有單張可以讓你參考 亦可以自行準備紙張、扔圖章 時間差不多 是時候上船前往吉澳 上岸的第一件事 就是往餐廳方向直行 我們向右邊直行 尋找目標的餐廳 就是這間鴨洲家 它有兩間店舖在正對面 不過這邊應該是被預約了的客人 鴨洲家有不同的新鮮海鮮 亦有碟頭飯可以讓你選擇 不過我們想吃餐派中的食物 二人套餐兩個小菜是220元 例如最出名的契民墨魚丸 還有其他選擇 餐廳上掛了不少景點的海報 還有介紹客家地質公園的美食 我們想嘗試招牌菜 就是手打墨魚丸 後面又有一部冷氣機 我們可以對著冷氣吃東西 是非常之舒服 特別現在夏天三十幾度 真是很熱很熱 這裡每晚10元就可以白飯飲裝 這件事對於我們這兩個飯桶來說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還有飲品就是你自己拿了之後 就跟它說我有這個飲品 最後會一次過計算 你記得要誠實一點 不要收起你一罐飲品 好 第一個送禮豬來到 就是這個很出名的收打墨魚丸 你看它一共有8粒 就是我們用了艾麗牌的套餐 現在就試試味道是怎樣 好 讓我試試味道是怎樣 它是很香的墨丸味 而且墨魚丸裡面是粒粒很有咬口 那些腥味完全沒有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推薦大家可以點這個試一下 好 第二個餐都終於來到 都等了一段時間 就是這個鮮杯 現在試吃給大家看看 也是正常的鮮半味 它加了一點橘酥醬 還有一些麻油和豉油 所以整個味道是很香的 還有一些粉絲的 所以我覺得也是蠻好吃的 好 那我們最後一個餐 就是清蒸魚 都終於來了 都很期待 這條魚是非常非常大 大過我們的臉 大概 所以都蠻期待 應該都蠻好吃的 這條魚都蠻香口的 它的肉也是很好吃 還有蒸的時間應該適合 就是零分鐘這樣 不過這條魚我略然有點太鹹了 如果它會比較淡 或者我們自己拌飯 吃可能會比較好 但是這個 個人的喜好也是不同的 最後發現了 這隻在外面收銀住的鸚鮑 它有個性的 當你上近鏡拍它 就會合上眼睛 不讓你拍 但你拿走相機 又會開眼 另外它也很喜歡吃花生 還懂得自己開學 現在已經是兩點鐘了 我們現在就準備 下一個景點 就是去這個高地頂 一個小小的山 我們一起去逛逛 高地頂徑的入口 是旁邊的樓梯 但基本上 全程都是樓梯級 記得要有心理準備 和確保你有足夠的體能 我們現在就在走 這個高地頂徑 它是一個比較人工快的一條路 全都是一些石屎路 所以我們不會走得很辛苦 走到後段 會有比較多樹蔭平路 是一段仙虎猴田的路線 好 大概用了十到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上到這個高地頂的樓梯 這個位置 我們來這裡打卡 看一下 真的非常舒服 現在在做一些行拍片 還有這裡有些景點 都挺漂亮的 例如我後面這個樑亭 每個人都都躲進去 因為太容易 而且太曬了 我都應該差不多熟了 那邊就是深圳艷田港 都挺有回憶 因為中學的時候 就學過關於深圳艷田港 和葵中貨櫃碼頭比較 第一次看到它的真身 就是完全看到 很漂亮 很舒服 這裡 我們應該多停留一會 稍後就去下一個景點 就是去吉奧故事館 下山前往吉奧故事館 一路向前走 圖中會看到高盆頂路牌 不過今天的時間和天氣都不適合 秋天再來 圖中會看到吉奧廣場的牌坊 終於來到吉奧故事館 它會介紹天后宮的歷史 歷年改變 文藝價值等 亦有服飾、設備等展覽 亦介紹了花泡的裝飾和食材 還有水上居民過往的歷史生活 還有海產 例如魚排養殖和珍珠等等 另外展出了漁民文化用具等 轉彎到三點半 是時候拿船票出來準備上船 今次吉奧亞洲來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